今天我们再继续讲六祖禅经 这个印宗大和尚 他遇到六祖以后 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是问如何是佛法的不二之法 什么是佛法的不二之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这世界上 我们知道有相对论 都是恶 相对论是讲相对 那么我们看这世间也都是恶 所有的人所看的都是恶 好像有男的 有女的 就是恶 有白天 有晚上 就是恶 有光明的 有黑暗的 就是恶 在这个世界上论起来 全部都是恶 那么印宗大和尚问的 什么是不二的佛法 这个六祖慧能 他是这样子打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啊 印宗大和尚讲 涅槃经 涅槃经 其实讲涅槃经 就应该要知道佛法是不二的 所以佛陀有三个法印 这个诸行无常印 诸法无我印 另外一个就是一时相印 涅槃急进印 涅槃急进印 其实涅槃急进印也就是一时相印 一时相 涅槃经是讲极灭的 极灭 什么叫做极呢 就是平等 一切皆空 大眼镜 大眼镜 什么是灭呢 灭一切的虚妄 灭一切的虚妄 虚就是假的 妄 妄想 就是灭 极灭 灭盘经呢 就是讲 就是讲 极灭的 那么佛的三法印当中 也是讲 极灭的 这个六祖 这个六祖回答 有一个高贵得王菩萨 这是比喻 有一个高贵得王菩萨 大问佛 一个人 有一个人犯了四重罪 什么是四重罪呢 杀 杀 盗盈忘 就是四大重罪 杀生 脱盗 邪盈忘语 这个就是四个很重的罪 也犯了五逆罪 五逆罪是什么呢 杀掉父亲 杀母亲 杀圣人阿罗汉 出佛生血 破坏 破坏 生团的和和 这是五逆罪 是很重的 这五逆罪是很重的 还有所谓 一禅题之罪 不相信因果 根本就没有因果 也不亲近善友 不亲近这个 做善事的这些 心地善良的朋友 他本身也没有惭愧 无惭无愧 从来也不后悔 断尽所有的善根 这是一禅题的罪人 做了这些罪啊 这个是不是叫做 所有的善根都没有呢 所有的善根全部断尽了 那么 高贵德王菩萨 问佛 是这样子问的 佛就回答 善根有常 有无常 善根是有常 有无常 这个很奇怪 这个佛的回答 你听啊 听仔细啊 善根有常的 也有无常的 那么佛性呢 不是常 也不是无常 那世界上呢 一般人看呢 有些讲是善的 这个是做 这个是善的 有些人看 这是不善的 其实佛性呢 也不是善的 但也不是不善的 这个就是会能 六祖会能回答 这个就是不二法门 不二法门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佛的回答 令人莫名其妙 我以前 读这个六祖禅经 也莫名其妙 善就是善 不善 不善就是不善 为什么佛性是 不是善 也不是不善 佛不是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吗 我那时候心理上呢 也起疑佛 难道也叫我们做善 也叫我们做不善 这个就是佛性吗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这个六祖讲啊 不施善 不施恶 不要去想他是善的 也不要去想他是恶的 那我们怎么做 没有一个规范啊 那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呢 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分 哪一个是善的 哪一个是恶的 那么善的跟恶的 为什么都是 他说佛性不是善也不是恶 也不是不善 也不是不善 当然呢 只有佛能够知道 什么是不恶法门 只有开悟的人才知道 什么是不恶法门 那今天师尊当然是悟者 这是开悟的 今天当然知道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明白 这个六祖讲这一句话 应中大和尚 他能够领悟 要看涅槃两个字 一切借空 一切借疾 完全没有作为 就是疾 灭 所有一切想念都没有 一切妄想都没有 就是灭 《涅槃经》 《涅槃经》讲的是这个 不分别善 不分别恶 不分别常 不分别无常 这个才接近佛性 这个才是接近佛性的 这个印中大和尚 这个印中大和尚 他问这个问题 六祖就答 圣者所看到的是一 一一十相印 三法印 其实也是一十相印 凡夫手看到的 一般的凡夫手看到的 十二相对的 圣人所看到的 天底下的人 包括所有的众生 都有佛性 佛性是常 他常在的 一切的变化 所谓无常 所谓无常 是你所有的变化 你周围所有的变化 跟你内心所有的变化 佛性是常 一切的变化是无常 我以前讲 我以前讲 要了解一个人的心 很困难 人心 变化无常 真的 所讲的 所讲的一切 世间的一切事情 都是变化无常的 以前我们谈谈 常常讲 爱情的价很高 爱情价很高 爱情价很高 会变化的 我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 有一个人在 是巴西梁勇讲的 有一个人在河边走 一脚一踢 踢到一个阿拉丁神灯 这个金尼 金尼就从阿拉丁神灯里面出来 他讲主人 你有什么要求 我给你做到 那个人想 那个人想 他想回家 但是要过这个河 河很 河的宽度很宽 你给我做一个桥吧 踏一个桥 我就可以从河的这边 一下子就走到河的那边 就回家 这个金尼 他就回答 你不晓得 现在经济大衰退 物价飙涨 你要叫我做这一条桥 我会很辛苦的 很辛苦才可以做好 有钢筋水泥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物价飙涨啊 你再想想另外一个吧 那位先生就想了想了 他说这样子好了 我也离了几次分 一个老婆呢 离我远弃 一个老婆 赖走不走 同样都是烦恼 那我想知道 我想你教我如何明白你人的心 这个金尼啊 一听 算了算了 我给你照桥算了 要明白一个人的心啊 真的很困难 早上还是在喊 Honey Honey 晚上呢 就 Libbo Libbo 时间 时间 在变化之中 过去的爱 全部消逝无中 爱情 是化学作用 有一个人讲 以前的爱 现在睡在床边的 就是你的敌人 以前是爱 现在睡在床边的是你的敌人 讲到变化 讲到这个变化 让你想不到的 最近的新闻 最高的总统 会沦为阶下囚 那是最高前卫的 总统就是最高前卫的 最高的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位置的 没有了 你看变化吧 沦为阶下囚 沦为阶下囚 这就是前卫最高的 就变成最低的 再谈 这个 财产好了 以前我们台湾 很富有的王永庆 对不对 很富有啊 他很富有 一生非常的节俭 品德也高尚 现在的财产 他自己身价 我们讲以前 这个人身价有多少 他是台湾的精盈之神 如今呢 他自己也没有了 所以有财富的 身价的 有身价的 很有钱的 他到底得到什么 你不觉得很累吗 我已经觉得很累了 所以我六十五岁很想退休 差不多一般人都六十五岁就退休了 六十五岁了 我已经到退休年龄了 我现在是会物利用 我现在是会物利用 我是一个会物 现在在讲经说法 是会物利用 无常啊 常跟无常之间很奇怪的 他是变的 你说常 没错 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很好 老了就知道 老了你就变成无常 一个病来临 你就变成无常 你的身体不供你死犯 变化的 这世界上有什么不变化的 都是变化的 不变的 唯一最好的 最有价值的 就是珍贵的佛法 不二法 这个 谈到生死 其实也是无常 中间的变化 时空的变化 还有时间的变化 还有时间的变化 空间的变化 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三言也在这里 Glays也在这里 我记得三言那时候跟我讲 您三言上师跟我讲 他第一次在台湾看到Glays Glays好像戴一个帽子 戴一个帽子 他是这样子讲的 不知道对不对 他一看到他说 这个就是 It's my wife 三言看第一眼看到他 就是 那时候三言回到温哥华 是你告诉我的 不是我 我是探听的 三言那时候他告诉我 每天一通信 每天一通电话 一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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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要有 每天都要接到电话 每天都要 突然间有一天三言在温哥华 没有接到Glays的电话 机票一买 哇 Fly 就到了台湾喔 患也不吃 茶也不响 晚上也没办法睡 会找出他为什么没有接到电话的原因 这个爱情 No.1 我以前也没有这个样子 那今天我就不用再讲了 很多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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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言的绝集 无言的绝集 我一听到说 蛤?有这回事? 三言 三言上司还向法院申请 纪理令 就是说 你不可以纪理我多言 就是纪理 反正我就是申请了这个以后 你不要靠近我就对了 我纪理多言 纪理令 有这样子的事情 这变化太大了 正常 告诉你正常 所以大家心里要有准备 大家心里要有准备 这是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未来是未来 都是会变化的 人心真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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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这个财富的遗忘 师尊没有财富的遗忘 我没有前卫的遗忘 我不想当什么 因为当得越高很危险 很危险 前卫越高的越危险 我也没有什么涉意的欲望 年轻的时候有 年轻的时候我保证有 保证有 现在好像整个都空掉了 都空了 也没有 学佛以后整个这个 财社民的欲望全部空掉 现在剩下什么呢 吃的欲望 吃啦有啦有稍微说 今天的菜好吃一点 今天的菜像摇草根一样 就 食不下咽 也有 一点的差别 不过你知道西雅图雷像社的菜钱是固定的 它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 对 我没有选择的一地 就是这样子 食就是这样子啦 睡呢 就是这样子啦 每天就是睡个7 hour 中午再补half hour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很满足 这就是人生啦 这个是常 但是也是无常 常也是无常 会变的 善 什么是善 什么是善 难道结分就是善 离分就是善吗 不是吧 什么是做善事 帮助人就是做善事 破坏就是 恶事吗 其实有时候房子老了 还是要破坏 房子老了 还是要破坏掉 然后再做新的 善恶非常难分的 跟变跟不变 跟常跟无常 都是非常难分的 那么在佛的眼中 是一时相应 一时相应 众生都有佛性 你在做大恶的人 他到了第一道 到了畜生道 到了恶鬼道 有一天他的恶业了 他又回复来 他又 又有善心 又发现 所以不能讲 所以不能讲 他永远是一个恶人 在佛法里面 不能讲恶人 没有一个恶人 恶人当中也有佛性 所以这个佛法就是不恶法门 众生平等 多有佛性 在极灭 平等 跟大言尽致的相里面 完全是平等的 这个只有开悟的人 能够体会 有些人 有些人 是很喜欢讲谎话 讲谎话 讲假 讲假话 那么 有一个人去应征 他的专长 他说 他的专长写的是造谣 造谣 专长写的是造谣 那个考试官 他说 很奇怪啊 你 你怎么写的专长是造谣 好啊 那你现在就造个谣给我看 他就跑到那个门 那个考试的门口 我对着外面等着考试的那一排人讲 这个考官已经录取我了 你们都可以回家了 他造谣成功 这个造谣 我们称为 可业 讲假话 可业 这个很容易犯 很容易很容易就犯 讲假话 明明是在利用你 他故意来欺骗你 要赚你的钱 骗你的钱 他也用假话来骗你 骗你 骗感情 他也用假话来骗你 骗财 骗色 骗名 都有的 这个都是妄疑 这个都是妄疑 你说 怎么办呢 像这个妄疑 但是他的佛性还是在的 佛性还是在的 所以我从来不对 我讲过不舍一个众生 这一句话 就是讲的 众生都有佛性 叫不舍一个众生 为什么离开师尊的师尊 要给他 加持 灌顶 说他将来成佛 是什么佛 释迦摩尼佛在加持 提伯达多的时候 也给他授记 将来你成佛 就叫做 什么佛 天王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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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看到他的佛性 他虽然这一次出佛生血 很重的五逆罪 他要把这个释迦摩尼佛堵死 很多很多方法 灌罪大象 用大象来 这个 采释迦摩尼佛 在山上推济时 要压死 释迦摩尼佛 在他的指甲里面 敞毒药 借着跪拜 释迦摩尼佛的时候 将手指甲 插在释迦摩尼佛的脚上 用了种种的方法 来害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直到他下了地义以后 经过了业障的洗礼 将来还会修持成佛 叫做天王如来 所以你说佛也是不舍一个众生 师尊也是不舍一个众生 所以在开悟者的眼中 平等之 大言尽之 没有所谓的恶人 没有恶人 所以这个叫做不舍法门 要记得 大家要记得 不舍法门 这个六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你心中 你细着念头 不管是善念 你心中有念头 细着念头 绑着念头 不管是恶念善念 都是轮回之根 你的心中想要得很高的地位 想要得到很多的财产 想要得到很大的名声 我告诉你 你看看王永庆 你看看那个总统 你看看过去的很多的伟人 那你还累 累不累 你觉得累不累 很累 很累 非常的累 所有脑袋空掉 师尊的脑袋已经空掉 什么欲望也没有 空 空掉欲望 你以为 你身体很健康 四肢有力 身体很强 没有 六十五岁也应该退休了 你再怎么死状 再怎么样子强壮 到他年龄一到 你年纪到了 你就知道 你得到了 你得到了什么 所以我讲 王永庆得到了什么 总统得到了什么 那些有名位的人得到了什么 不过全是一些虚名而已 一些虚名而已 一些虚名而已 所以今天六祖他领悟到的 就是一时相应 那么你在这个世间 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 你无为 并不是为了什么去做 但是我们呢 是在做弘化 历生的工作 我不为了什么做 我不为了什么做 我是为了弘化历生 那么精进的去做 这就是 我们人间 有所谓大善之事的一个目的 那么大家听到这里 有几个应该要出家的 那个 欸? 莲花浩明师兄 不是来了吗 那请大家站起来一下 再请你站起来一下 他是高人 他是高人 他今天晚上跟我讲 他是 真的 他想要舍弃一切 他是真的想出家的 我们这里也有几个高人 他也写一个条子 我 暂时不出家 那么可见他心中有念 就是他心中还有念头 这个念头是什么 我是为了什么不出家 那为了什么 他这个念还在的 因为他有一个念 所以 他这个时候不变出家 你要知道 无念 是正结佛宝 有念 是轮回的根本 这是连在一起的 这是连在一起的 无念 无我 都是连在一起的 佛陀在菩提树下 安静的坐着 他想到了 他开悟了 他知道了 明白了 原来 原来 点点点 所以 他领悟到了 是非常超越的 一时相应 一时相应 他领悟到的 是不恶法门 也就是六族领悟到的 六族 就由 这个 印宗大和尚 给他剃度 给他剃度 然后呢 印宗大和尚 再归一六族 当他的邪圣 师尊有很多的弟子 都是仁波切 都是佛佛 都是佛佛 像 这位 这个我们今天的贵宾 他是仁波切 但是他还 你还没有当仁波切以前 是不是我的弟子 就归一了 在仁波切以前 在还没有当仁波切以前 在还没有当仁波切以前 好 还没有当仁波切以前 他就是归一师尊的弟子 我们也有一个仁波切 叫脱裤仁波切 我说不太好意思了 这个怎么搞的 其实是剃 talk 在英文是說 在藏語是talk 就是轉世了 轉世了 也就是糊塗刻圖 我們稱為糊裡糊塗 糊塗 糊塗也就是轉世的人伯切 諸古 諸古也是有點轉世 諸古也是了 師尊有很多仁伯切的弟子 像這個蓮花生大士轉世的 他也是以前歸於師尊的弟子 像這個另外好像新加坡也有一個 他現在是仁伯切 但是也是師尊的弟子 你看在尼佛爾也有 尼佛爾也有一個是師尊的弟子 也是仁伯切 在印度也有 沒有仁伯切是師尊的弟子 但是師尊啊 這個 我以前有幾個法王 很多的法王 到了西雅圖雷藏寺 他們有的要認我 要認我說認證啊給我認證書啊 那麼我去請教我的上師 圖登達爾吉上師 他說 我給你認證還不夠嗎 他只講一句話 我給你認證還不夠嗎 我給你認證就可以了啦 就夠了啦 所以我沒有拿認證書 但是今天我講佛法的不二法門 這個是施加摩尼佛在菩提樹下 他所開悟的根源 我領悟到不二法門 所以我們不要那個虛名 我沒有那個虛名 什麼我是什麼我是什麼我是什麼 不用 你自然他已經超越了 你已經超越 這樣大家明白嗎 你自然就超越 你不要那一種名聲 不要那一種名 你明明是再來人 你不用那一種名 因為那個名也是虛名 也是在人間晃一晃 就沒有了 任何一個名在人間晃一晃 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還是追求你自己本身的佛法的不二法門 我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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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急不停 你跑的話 你快點 你 Eric